在南京图书馆 有一位专注看书的茂迪老人 他就是98岁高龄的沈谢源 自1955年进入南京图书馆工作后 沈谢源一直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他是全国古籍保护领域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 在业内被称为古籍活字典 全身河冲图书馆待了半年 55年10月到了南京图书馆工作 到现在57年了 我离不开书的 据了解上世纪70年代末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转工程启动 聚集了北京 上海 南京等地的图书馆专家学者 当时沈老参与了编转工作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沈老和40多位的研究人员 就凭借资深的学识 他们阅读了几十万张的古籍卡片 来做编幕的工作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他的这种幽默和风趣和积极乐观的精神 也是非常的感染我们 对我们的工作也是有一种激励的作用吧 历经18年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最终完稿 这部书目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上 都超越了历代观修书目和私传书目 被认为是中国国内目前最具权威性的 古籍善本联合目录 尽管从南京图书馆退休已有30多年 可是审献员还是依旧为古籍业务工作 提供咨询和帮助 我自己研究过都没完 没得切切都弄起来 从18路在新代口转3路到门口 没紧张 我家里没这么多事啊 参考者都在管理着啊 王培里实力具体吧 也把事都完成 打好搞是脚看嘛 要这标题也重新看一看 我不认为年纪很大 我忘了年纪啊 梦想也把事赶快弄出来 沈老说做学问要实事求是 如今他不仅重新校对了前人的黄跋集 纠正了旧纪本的不少额物 还千方百计搜寻那些散落在各处 还未被发现的黄跋 我每天都要看书的 在家里看书 在这里看书 我觉得我这个看书 我生命的一部分啊 我不理这个书 不能离这个书的 那是雨跟水啊 雨离水就死了 除了这个七八以外 还有大家玩的时间 都要整理出来 因为我现在还生气还可以 要做这有些事情 跟后人 感谢观看